那么这一刻呢我们来继续讲解这个这个矩阵的一些结论啊 那这个结论可能大家对他并不是特别感兴趣 或者甚至看不懂 那没有没有关系啊 简单的了解一下过程 最终把结论我们一起记下来就可以了 这是我画的一张图啊 可能画的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的人物呢 站在这里端着一把枪 这个箭头是一把枪 人物呢站在这个箭头 被箭头定在这个位置啊 朝向大概一个这么个朝向的 如果说我们现在旋转这个 这一轴的话 其实人物是在水平角不断的旋转 就相当于摇头水平转动 其实我们水平转动摇头的话 其实就是符合第二个定律 那会行主序的第三列不变 列主序的第三列 第三行不变 对吗 这是我们得到的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如果是高低抬头的话 高低抬头的话其实就相当于转的是这个这个脚啊 转的是这个这个轴 对吧 高低抬头啊 他比如说你可以现在比如说拿你的手去捏的这个轴 你去抿的啊 那你抿比如说这个人是被你定在这个杆上面的 他可能是你往往后一抿 他的头就往下面看了 往上一抿 他就抬头了 那这个杆呢就定在人的胸口上了 对吧 你一抿 是不是人整个就旋转起来了 相当于你转动玩家 180度就会大头朝下了 其实这就是他三个空间的三种旋转啊 空间的三种旋转 那么我们在上两个课呢 其实学习了第一种旋转的第二种旋转呢 我们也大概的了解一下就完事了 我们只是为了得一个结论的啊 大概的去了解一下 那第二种呢 跟第三种我就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啊 不去做更深入的一个学习 没有必要 比如说这种矩阵 当然我们这里面写零的啊 写零的这种 他不是说这个矩阵这个值他就是零 因为什么呢 就是只是他们几个值就够让你 什么够让你在这个轴上悬了 对吧 但是你看我们刚开始这个矩阵 有这几个值就够你什么了 够你位移跟说放了 你看把这几个矩阵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会发现他们都是什么需要值的 我们先往上写啊 先往上写 并不是代表这就是零啊 只是说对于这种旋转来来说的话 他是零啊 他是零 好 我们来继续 嗯 口上也 那我这个呢 就不去推理了啊 不去推理了 不像上一个 我们再去算一下结果 这个就不算了 没那个必要 大概写下值就行了 好 然后呢 Ca Cosea 然后0 然后0 0 1 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情况 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这是什么 这是相当于这个轴旋转 乘以它的话就得到这个轴旋转的结果 我们把三种情况呢 都给它敲出来 把结论也给它敲出来 那我就不再去写那么多了 直接就第三结论就出来 就完事 我们说高低朝向 高低朝向的时候 水平转动的情况 我们说高低朝向改变的时候 行主须 它应该是什么呢 行主须是低行不变 然后呢 列主须的话 列主须的话是低列不变 低列不变 是这样的一个结论 当然你可能说说呢 有没有吧 第三个结论 第四个结论 就是比如说 转人物它转 转不了 我没有没有办法 让人物大头朝 朝下 对吧 所以说我们转不了 转不了 那我们来继续看 先不用去管 现在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相当于 这一手转 这个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X转 那我们再把Y转转的 这个公司呢 也写下来 其实就是这几个 函数的位置啊 变化 是已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难的 但是呢 大概的记一下就完事了 然后呢 我们也会得到一些结论啊 都是为了为了结论嘛 没有结论的话 我们才不推的 推的干嘛 没有必要 负的CNA 然后呢 是零 扣CNA 就什么可玩 就完事 非常非常的简单 但是推的过程 肯定是推不了啊 估计推的过程比 推那个 跟推那个 推那个圆周率 对吧 挺麻烦的 这是三个矩阵 那三个矩阵呢 其实 我们说会有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把这三个矩阵呢 大家可以去详细的去看一下 然后呢 看看有没有什么什么规律 以及把这三个结论记一下呢 基本上我们也就需要做这点事就完事了 那我们后面可能基本上就主要利用这三个结论 三个结论去做 我们可以去尽量的去观察它 当然还有一些结论呢 它是由于这些眼情导致的 由于眼情或者这个一些什么渲染的酷啊 或者是一些函数导致的一些原因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结论的往上面给大家补充一下 但是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矩阵实际情况下是相当于这四个矩阵 这四个矩阵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大矩阵 你可能会说 那比如说某一个位置它应该是0 其实不是 这几个矩阵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呢 几乎就没有什么可以放0的位置了 对吗 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放0的位置了 那是这样的 那好 基本上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呢 了解一下 不用去背了啊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些简单的一些特性啊 比如说还有结论 第四个结论 其实这三个结论是我们推导出来的啊 后面的这个结论呢 可能就不是推导出来的 那就可能 这个依据项就没那么强了啊 依据项没有强 强了 比如说 很多的这个 一些找 找矩阵 找的比较多的同学呢 可能会说 它有一个小的一些特性 比如说矩阵 四常四的 一个值 它是负一到一的 这种东西呢 怎么说呢 它是根据一些眼前的特性 或者说是跟一些渲染的特性 一些涉及的特性导致的 这个绝对吗 不绝对啊 不绝对 比如说我们前三个 我们是可以信任的 这个 一负一到一的这个东西是 我们不值得信任 我们可以尝试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减少收索的范围 但是 它一定是可以用的吗 答案是no 答案是no 是不一定的 那还有第五个结论 还有第五个结论 它还有什么结论呢 是我们的行主序 行主序的第三个元素 第一行第三个元素 是固定的零 列主序的 列主序 第一列的第三个元素 是这样 这是我们这个 可能大家会说 它这个是值得信任吗 这个几乎是值得信任的 这个几乎是值得信任的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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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信任的 这个没有什么不可以信任的 几乎是 反正是我分析了好几款好多款 几乎都是这样的 那这个特性的话可能是根据算出的结果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那当然这个一到费的这个我可能分析了一些游戏发现了它不准确啊 不准确 那这个呢 嗯我们也也也写不绝对了 因为只要不是我们推导出来的 我们就不会把它当成一个绝对的结论啊 只有前三个是相对比较稳稳妥的啊 第六结论 我们更多的结论能让我们是扫描的更快一些 其实这里面有任意两个结论就够我们用了 那我们有更多的结论是否扫描的速度更好一些 第六个结论 第六个结论 比如说我们 开背镜 开背镜 背镜 那比如说视野打开 对吧 视野打开的情况下呢 嗯 第一个值 会 成相应的背数 会像相应的背数 那我们也也认为这个其实是这个其实是绝对的啊 其实这个是可以推推这个是可以推倒出来的 这个是可以推倒出来的 但是这个里面因为我没有领的你们推推到 大家可以认为它是不是绝对的 那么下几刻呢 我们开始去找矩阵 那开始去找矩阵 找完矩阵之后呢 我们再根据找到矩阵再来应看看这六个结论 到底是不是啊 都是在以后我们去找矩阵的时候可以完全应用起来的 这时候大家其实明白了这个矩阵 没有什么神秘的嘛 这些矩阵呢 无非就是我们的各种角度 各种角度 sine cos 什么玩意儿呢 然后呢 各种的这个位移的量啊 xyz 潮 就是就是xyz各种潮向 最终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序列 然后呢 跟我们使用啊 就是这样 其实这个应该说是我们的啊 应该更多是摄像机 fov的啊 fov的啊 各种角度啊 当然那个公公式拿出来就会更更大啊 我看的都头疼 你们的话就别看了 嗯 就是各种 sine 成口 cos 加多少 乘多少啊 反正就是每个元素都都飞飞飞飞飞飞 飞飞飞啊 几个矩阵结合而成了一个更更终极的一个东西 嗯 行吗 其实你们理解这期这期的可能不用理解太多啊 掌握这个就可以了 其实后面的课程我们就不需要去学这些东西了 啊 你们终于解脱了啊 后面的内容我们其实 嗯 理解了东西之后呢 可能就很好去做啊 这份内容啊就到这里 提到了 刚才是这样的关系